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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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后的一天 帕特突然发现自己的游戏账号 因为经常卖装备被永久疯了 从此他打游戏赚钱的梦想算是彻底破灭了 垂飞了一段时间后 帕特振作了起来 既然游戏不行那就做生意呗 他看那时候地利地基很受欢迎 于是便采购了一批 谁知买得的机器都是劣质产品 根本卖不出去 手里仅存的积蓄也赔光了 后来对父亲的要求下 帕特去了花钱找到私立大学 可固执的帕特却坚持不用父亲的钱交学费 最后实在没招了 他把父亲收藏的佛牌当掉后交了学费 而对学习实在没兴趣的帕特依然无心学习 平日里他最喜欢跑到市场上瞎逛 寻找商机 这天他无意间发现了炒粒子很好吃 也很受欢迎 于是他便用最后的一点积蓄 租了一台炒粒子机 而父亲却极力阻止 说这东西不好吃没人愿意买 帕特没听父亲的话 从那以后他四处走访 学心地向那边上饭学习炒粒子 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 他终于做出来了美味的粒子 作用之前反对的父亲都吃得津津有味 连说 分享 推向市场后 帕特的粒子特别受欢迎 很快便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客户 但好景不长 因为炒粒子的烟雾 把商场的天花板寻黑了 商场管理人员勒令帕特 必须立刻停止搬出商场 而且货不单行 此时他的父母因为生意失败 欠了很多钱 只能远走躲起来 帕特不愿意走 一个人留了下来 通过仔细观察研究 帕特发现未来海苔会是一商机 于是他便采购了一批原料 自己制作海苔 可做出来的海苔和市场上的无意 根本卖不出去 积累了很多库存的帕特 和叔叔两人看着海苔发愁 更不幸的是 屋里还漏水了 很多海苔都被淋湿 叔叔也生命住院 帕特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准备破罐子破碎的他 把淋湿的海苔放在油锅里炸了一遍 也就是个无欲的举动 让他做出了目前最好吃的海苔 推向市场后很受欢迎 可就自己这一个范围肯定不行 帕特很快就想到 把自己的海苔放在便利店里 通过便利店广大的客人 来推广自己的海苔 但一个商贩想和人所的便利店 合作谈何容易 帕特每天都来便利店总部 终于有一天见到了经理 经理看后说他的海苔包装太大 不适合他们店 而且看着样子肯定不好吃 所以拒绝了和帕特的合作 帕特回来后重新设计了新的包装 继续去总部 不很多天过去了 就始终没能再见到经理 走的时候 推特上去的帕特 把海苔送给了电梯管理员 连持着无心的举动 让很多公司职员都发现了海苔的美味 就让那个经理也尝到了 连说真香 后来帕特和他们店合作 把自己的海苔推向了更大市场 而他却不满足于此 自己自学营销理论 通过不断的努力 终于把他的海苔推向了世界 自己也成了一个成功的依赖富翁 电影的最后 他拿出了手机 对他家的父母说了一句 你们可以回家了 故事到此就讲完了 好啦 看完视频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当你看这片视频的时候 是多少点呢 快快告诉小莫 让小莫看看你们谁